甲状腺结结复查居然没了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严国成西电集团医院 普通外科主人医师 甲状腺结结 绝大部分来说 一旦出现很难消失 但也有些例外的情况 这主要是根据甲状腺结的性质来定的 假如是恶性的肿瘤出现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假如说是一个囊种囊泡 囊泡里边临时的出血 这些是有可能消失的 比如说你发现一个甲状腺脏 突然的增大 然后又伴有了疼痛 而B超也发现有一个 两公分的一个结结 但是过上半年 甚至更长时间以后 会发现随着血液吸收 甲状腺这些逐渐变小 还有一个甚至可以消失的